很多艺人也纷纷跳出来表达反和的立场了 连人在大陆忙拍片的林志玲都素颜拍了这样一个反和影片 网友说林志玲真是最美的反和代言人 还有两位美女 艾拉 桂伦美也都公开表态反和 连公子哥 蔡康勇为什么叫公子哥 她说平常只有100公尺的距离 100公尺我们小时候跑也才跑个什么12秒已经跑完了好不好 她都要搭计程车 结果现在说呢 要参加反和游行 还要走完全程 我都知道我们爱惜我们的家园 我们爱惜我们的土地 如果今天我们有选择权的话 我不会让任何的危险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一身亮桃色上衣 艺人反和大串联 林志玲也自拍短片 站出来 我们也看见了人类是无法抵抗大自然的 有任何危险的发生 我们是没有办法拯救的 林志玲27号在脸书上发表 一部让土地危险爱护家园的反和影片 吸引了2000多名网友按赞 粉丝大力支持 还被封为是反和最美的代言人 反和声浪越来越高 艺人轮番表态 我对于家园有任何有危险可能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3月9号反和大游行星光闪闪 现在就连平常就算只有100公尺 都要搭计程车的蔡康游 也打算出来走完全程 却在府院联手抛出 和四公投的风头上 反和议题演艺圈也抢抢棍 尊轩走不走 尊轩走不走